- 美国大选已经开始了 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已经收到邮寄选票 应该有很多也已经投票了 那这次的选举结果会怎样 真的非常难说 如果大家看民调的话 会发现川普都在领先 共和党也都在领先 好像这次共和党真的胜券在握了 我们这次好像可以顺利的拨乱反正 把这个国家往正常的方向去运作了 但是事情会这么顺利的进行吗 我打从心底的不这么认为 Kamala Harris在跟Brett Bair的訪談上面他說 川普會用到軍隊來攻擊美國的公民 所以川普很危險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他有很多次再次重複 你和我都知道 你和我都知道 他已經把美國軍隊轉向美國人 他已經說了 去追求人們 在平衡的抗議 他已經說了 把人關閉因為他們不合格 這是一個民主 我們其實都知道 他們每一次指控別人的東西 其實就是他們自己在做的事情 例如通烏門、通俄門 還有他們上次說 在同一個面試上面 他說川普在上任之後 會動用司法部逮捕政敵 但是 目前好像就只有川普跟川普的幕僚 跟川普的支持者 在被美國的國家機器逮捕而已 所以當他們說 川普會動用軍隊來鎮壓美國人的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找資料 所以就找到了最新的國防部發出來的變革 指出來美國的政府可以動用美軍在美國鎮壓 殺死各位美國公民 各位聽的沒有錯 拜登跟哈里斯的政府允許 而且簽署了這個國防部的方針 這不是一個法律 是一個DOD directive 國防部的政令 根據美國的法律 美國的美軍是不能在美國境內 執行任務的軍隊是對外的 這個法律叫做1878年的 Parse Commitators Act 被譯法 這個法律是美國在南北內戰之後 南部重建時期的產物 當時聯邦的軍隊被用來在 美國的南部實行軍事管理 那這導致當地的美國人對於這個軍隊 軍政府 軍隊干預國家事務 州的事務非常擔憂 所以在1878年的國會通過了被譯法 禁止軍隊在沒有國會授權的情況下 在美國國內執行法律的任務 或者是干預民事的執法 軍隊不能逮捕搜查 也不能沒收財產 但是也有例外的例如像說叛亂法 Insurrection Act 就是美國境內如果發生了叛亂的話 美國的總統可以動用 使用聯邦的軍隊來維持國內的秩序 例如在1957年的總統 Dwayne Eisenhower就動用了叛亂法 Insurrection Act 派美國聯邦的101空降師 到Little Rock的學校 保護美國的黑人的學生 進入公立學校 公立的小學 還有高中 為的是要消除南方的種族歧視 透過軍隊和平的執行 種族融合的方針 1962年 甘乃迪總統也動用了叛亂法 Insurrection Act 讓黑人的學生可以進到大學裡面 1967年的時候 Linden B. Johnson也使用Insurrection Act 來對付底特律的種族暴動 1968年的時候 馬丁路德金被暗殺之後 Linden B. Johnson再度動用了叛亂法 派美軍平息暴動 那比較近的例子 就像說1992年的Rodney King 洛杉磯這個地方的這個審判結果 造成了洛杉磯大暴動 在韓國城那個地方 黑人跟韓國人 刀劍相向的時候 韓國人爬到屋頂上 拿著狙擊槍的時候 當時的總統老布希 也動用了Insurrection Act來平息 然後派了國民軍進去 來到洛杉磯這個地方 叛亂法跟鎮壓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軍隊只是拿著槍 開著這個軍用的運輸車 到當地維持秩序 基本上沒有出現過流血的事件 軍隊沒有向美國人開槍過 但是現在這份國防部出來的文件 改變了一切 這個國防部的政令 是在2024年9月27號發布的 可以說這是個舊文了 已經一個多月了 那這個方針包括了國防部 也就是美國的聯邦的軍隊 以及美國的情報部門 就是CIA FBI 還有現在各地的這個警察局之類的吧 現在他們的執法範圍 包括使用致命的武力 這個國防部5240.01的政令 是修改在這個 這個是修改2016年的政令 修改的地方在第三篇的第三項 A大典當中的第C項 內容是當軍隊提供幫助時 如果可能會使用到致命武器 像是可能會導致死亡或者重傷的武器 或在可能會發生武力衝突的情況下 軍隊必須非常小心 這當然也包括軍隊幫助警察的時候 如果可能會跟普通的人 普通人就是我跟你啦 OK 或者是群體發生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武力 必須遵守美國國防部的規定 這個規定是什麼 這規定就是他可以使用武力武器來 致命性武器來對你 並且有的時候還會跟具體的情況 還會有更多的限制 什麼限制 嗯沒講 就是可以殺掉你以外 呃 不能比殺掉你更糟糕 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也就是說國防部現在修改了五角大廈 在國內的權限 允許美國聯邦的軍隊在美國境內執行任務 而且對於美國的平民使用致命性的武力 OK 武力致命性的武力 這些都是公開的資料 不是什麼Ethan找到了什麼機密文件 那找到這樣的文件 其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們都覺得他們只要在民調上 在選舉上開始輸了之後 他們就會做很多大型的小動作 光暗殺總統候選人就三次OK 兩次實際暗殺 第三次還沒有被執行 結果三次都沒有成功 他們的目的其實就只是要繼續執政 所以說他們當然會使用所有的力量 跟權力來去作弊 他們看到Kamala Harris的支持率很低 所以他們很有可能會動用什麼樣的動作 來贏得這次的選舉 他們知道國家會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會不服 這個時候他們就可以動用國防部的政令 來鎮壓這些抗議的人 殺死這些抗議的人 上面寫的 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理由 要在大選前突然改變五角大廈的權利 跟美軍在美國是否能執行任務的能力 美軍在美國執行任務 其實不是第一次發生 之前發生過蠻多次的 例如這個來自華盛頓觀察報 Washington Examiner的報道 內容就是在講這個五角大廈 讓美國的特種部隊 進入到德州的瓦口的Branch Devian 裡面說軍隊在1993年 跟當地的執法人員合作 而且超過的軍隊在美國的權限 犯罪的人包括國防部還有白宮的參謀 都倉獲在裡面 也就是說美國政府使用軍隊來犯法 非法的在美國執行任務 之前就已經有前車之鑑了 那以前是非法的 現在他們要把這個樣子的行為 合法化合理化 而且經過了COVID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 這篇報道是在講軍人拒絕打疫苗 到現在都還會被制裁 也就是說不打疫苗的軍人 警察、執法人員 全部都已經被開除了 免職了 現在留在軍隊裡面的 留在這些執法機構的 絕大多數就只是為聽話 為了軍隊的福利 然後為了養家活口留下來這些人 目的就是要留下來 會對美國公民開槍的軍人 例如我們之前報道過這個女軍人 Like have you never heard of the Insurrection Act? There's reasons why the military doesn't deploy within the US And if they did Your little good old boy system Is not going to farewell for you I understand that if active duty military actually get deploy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apon is not just pointed at other people, other countries It's pointed at you If you do not get in your house When I tell you to You become the enemy Marshall law You know, where your rights get curtailed You don't have all those same freedoms That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at that point So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And stop opining about things you don't understand Okay bye 還有這邊報導 因為美國募兵失敗 沒有人願意入伍 所以解決的方式就是 讓非法移民加入軍隊 來換取美國公民的身份 這些人,這些非法移民 對美國沒有任何的忠誠 對於美國的法律 人權、憲法 完全不了解 連文化跟生活形態都不一樣 對於美國人 甚至是帶有仇恨的 執法人員也是 美國現在很多左派的城市 跟很多的州政府 允許 不是公民的人 當警察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them Joining the department The first ever Somali woman officer Ekran Mohamed And permanent resident Officer Leslie Vera Vera is a non-citizen And Chief Brian O'Hara says She was able to join the force Due to a recent law change The two reflected On a big night And new career I didn't see anybody That really looked like me Latina I'm sure there was But I didn't I didn't see that And I was like I want to be like them And I want to have that face For my people That looks like That look like me This is what I wanted to do And it was very challenging That's why I'm here And I want To be that somebody That To be role model For girls who look like me So they can say I can do it too 我大概是大概两个礼拜前看到这个报道的 我觉得很扯 因为我们等于是花钱请不是美国公民的人来管我们 OK 他们一天到晚限制我们的枪支 他们现在要不是美国公民的人拿着枪在我们大街上到处走来管我们然后限制我们的枪支 而且那两个警察说的内容是什么 我要照顾我的种族 我的人 OK 我是我人民的代表 你的人民是谁啊 我的人民 我是我的人民的榜样 他们在说的不是要维护美国的治安 他们想要的是他们的种族 有种族的特权 这个是不合法的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叫做种族歧视 如果要摧毁美国的话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因为最新的民调出来后 川普几乎都领先 就连左派的媒体做的民调也都是一样 另一个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作弊的证据就是 现在的媒体每一个都在打预防针 可以说这次的选举真的太近了 民调太接近了 不可能马上有结果出来 可能要等上好几个礼拜 可能有几个月才可以计算完所有的选票 在之前的选票 我们真的没有 我们真的没有 这些人的民调是这么大 我们能够变成了 我们能够变成了 这些人的选票 这些人的选票 我们会看到这些人的选票 我们会看到这些人的选票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等待几个日子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等待几个日子 像 Georgia和其他人的选票 for counting and the result can be somewhat suspicious looking on the surface processes with the count, right? It's not just one... If you've got a jar of jelly beans it's not like one red, one blue, one red, one blue. Sometimes handfuls of results come in at one time, a handful of other results at another time. Could you just talk generally about how we should see the count unfold at that state level? Right, so we have to remember and you mentioned this earlier. 剛剛那個星完講到就是喬治亞洲 喬治亞洲最近通過了什麼? 喬治亞洲的法官通過阻止了手工計票 全世界的選舉幾乎都是手工計票的 現在民主黨控制的地方 只能使用機器計票 然後呢,why? 比較快嗎? 比較有效嗎? 比較不會選舉舞弊嗎? 這都很明顯都沒有啊 然後剛剛那段新聞的主持人提到一點就是 票現在都不是同時出現的 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選票在那個地方 放在計票機裡面會怎樣? 都市手工能計算的 這個在2020年的時候就發生過了 OK,就是什麼水管爆裂 然後監票員全部被撤離 然後計票員就從桌子底下拿出一箱一箱的選票 繼續算 結果就是晚上我去睡覺的時候 川普在喬治亞洲大幅領先 半夜兩點的時候 一大堆拜登的選票突然出現 OK,變成了國際著名的拜登曲線圖 還有很多片段 我們來再看一下 選舉三週間 但法官已經開始了 法官員可以比選票更多 Politico報告 Kamala有百多的法官 政 Bill下 stands 決定人生根的公欄 民法官就還肯辑わか scène 公立的民立票 公職者上勞強勞 每個人議員 他們環保持新票 雖然認為 五 best 特別 民法官 議員 今天 When a Democrat says voter protection, that usually means they're changing the rules. This could throttle the swing states and cause us to lose even more faith in our elections. Today in Georgia, a judge ruled that election officials have to certify results, even if voter fraud is suspected. And around the state, Democrats are suing to prevent drop box surveillance, robber ballots, hand counting ballots and voter ID protections. Why are Democrats trying to make elections less secure, especially while many stat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finding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aren't citizens on the voter rolls. Like in Virginia, where Governor Youngkin removed more than 6,000 noncitizens from the rolls. The Biden Harris administration didn't like 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s now suing virginia for cleaning up the voter rolls something virginia governors have been doing for years why is it that anyone could argue that that a process that removes non-citizens off of our voter rolls is anything else other than common sense and constitutional this is a law that's been on our books since 2006 it was a law that was signed by then-democrat governor tim kane this is why i find this to be a very very unreal moments that is stunning that they filed this suit 25 days befor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en in fact this has been going on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nstitutio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state law since 2006 it's simple we just want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democrats are trying to loosen the rules and get republicans to certify the results of an election that hasn't happened yet will you accept the election results of 2024 no matter what happens senator will you accept to commit to the election results in this election cycle no matter who wins just simply yes or no will you commit to accepting the results of this year's election in 2024 will you certify the election results do you plan to object or will you accept the results regardless of who wins the election asking you to accept the results of an election before the election they are now asking the 参议院参议员跟众议员这些共和党的人哦在选举还没开始之前就要来 确认选举结果 why为什么凭什么而且多么不合理的语气 ok不管呃结果如何不管结果是否 合理不管是否有选举舞弊的可能你是不是都确认你是不是都确定 你会确认选选举结果 why因为他们要我们知道他们的计划是什么撒旦有义务告诉我们他要怎么攻击我们他们就是敌人他们要作弊他们不会让川普这么顺利的当选那当然这我希望这一切都是我Ethan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乱想的阴谋论一切都是假想然后我是大错特错的 他们没有那么坏但是就想想看现在的民调Kamala Harris都还有40%快要50%的支持率你身边有这么多人支持他吗我身边没有然后我住加州那可能是我做这个做太久了所以身边都没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各位回想一下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有看到多少车子上面贴着拜登 Harris的贴纸 在他们的车上你现在你每天开车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他有没有一张Harris and Walt甚至拜登 Harris的这个贴纸一张都没有我住在加州很左的州目前我还没看过可能是因为我很少出去吧我只知道他们是敌人他们是敌击毒最好的证据 这一段请剪下来做短视频就是Kamala Harris在讲杀婴儿OK鼓励大家堕胎把自己的小孩献祭给摩洛然后得自由然后底下就有几个大学生在底下大喊OKChrist is KingJesus is Lord耶稣是王耶稣是主然后这是Kamala Harris的回音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他带领整个的活动的反应 我认为他们要解决于Roe和Wade的抗争 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他想要 你都在错误了 No, I think you meant to go to the smaller one down the street 哦,你们来错活动了 如果这句话没有点醒基督徒的话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 前几天有个观众在下面留言说 他上面写说 如果你们支持川普的话 你们就不是真基督徒 你们都在一个邪教里面 Well, according to your vice president OK,你的副总统 You're wrong 我知道一个左派的牧师 他上一次投票给拜登之后 就跑到台湾去募会了 OK,他在他的Facebook上面 高调的挂着六色骄傲旗 一直以来也是支持拜登 还有Kamala Harris的 就连他最近在Facebook上面也发文 指责Kamala Harris这件事情 很棒 OK,我帮他拍拍手 他的老师 他之前在美国这边的主任牧师 同时也是我国中还有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在台福 在这边办了一个福音影 请来的讲员 OK,那个是很久以前的 20年前的吧 主题是Finding New You 我前几个礼拜在一个神学院的餐会上面 感恩餐会上面看到他 他在上面就讲说 墨西哥最近出了个女总统 希望我们一个月后 美国也会有个女总统 那个是神学院的感恩餐会 底下全部都是牧师跟传道人 有去那个餐会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见证 大家都听到那个东西 Kamala Harris 这个女人 这个女恶魔 嘲讽基督 贬低基督徒 大声的说 基督徒不该来他的造势活动 这样子的人就是 你支持的人 面对敌人的嘲笑 嘲讽 OK,嘲讽基督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对 大卫跟哥里 这边帮大家打个广告 荧幕上这边 AI News 爱报导支持者 专有的T-shirt 上面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同朝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兵打仗的 以色列军队的神 我们要 应该要起来抵抗吗 还是像在尼西米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 很多的敌人 包括参巴拉 跟多比亚 嘲笑尼西米 试图使他们 整个以色列人放弃 但是尼西米没有动摇 坚持做神的工作 还是像耶稣一样 马太福音27章41节 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 说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当宗教领袖 士兵 旁观者都在嘲笑耶稣 耶稣并没有回应 保持沉默 在神的计划中 完成了救赎所有的人类 救赎了我们所有的人的工作 还是应该要像使徒行传十七章 那个地方一样 保罗面对雅典的这些哲学家 还有领袖的时候 他用智慧跟理性跟他们辩论 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 我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 做基督徒的应该会有不同的回应 我希望今天我说的 全部都是阴谋论 都不会发生 美国的军人还是很正直 很值得我们相信 就算DOD 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安部 跟五角大厦 他们要在美国境内执行任务 美国军人也会说 我们不会 而且我们会跟美国的公民站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薪水 都是我们付的 他们的武器 科技 也都是我们美国人的纳税钱付的 他们需要我们来维持生计 总之 请大家 保持信心跟祷告 像大卫跟尼西米一样 靠神的力量 也为领导人祷告 求神转变他们的心 为我们的敌人祷告 爱我们的仇敌 恨我们的要带他们好 咒诅我们的要为他们祝福 凌辱我们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爱报道的观众 支持我们的事工 穿上我们会员专属的T恤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 让我们一起奋战 一起夺回我们的时代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一腾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爱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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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